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Sara 嗨 今天是我自己非常兴奋的影片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使用全脸MIT的新品彩妆 最近台湾品牌们出了很多的新品化妆品 那我个人当然最兴奋的是我们搭配的遮瑕膏 再来还有爱丽丝老师的眼影盘 但是我另外订的那两盘到现在就是还没有到 我不知道会不会我们等下拍片拍到一半还就到了 但是我现在只有公关品的时候拿到了这一盘 那也只能就是试这盘给你们看 然后这边还有Cara,它上一次的眼影盘 它里面有一个颜色那种非常的惊为天人 然后Himi也有出新的眼影盘 这个没有用到眼睛上也会在手上给你们刷色 然后这边有Cara Beauty,它们那个超美的土色 我到现在还没有试到嘴巴上 就是为了要给你们我的第一印象 YES 然后爱丝老师的腮红打亮 然后跟1028他们出了这个一系列的新品 用花束来当公关品 这里面擦了很多他们的产品 来装是他们这一次的公关品 好那我就 可是你知道就是还是要先拿出来 先把他们的产品拿出来 花束还是很美我就会留着 好花束变得有一丁点空虚 但是还是很漂亮 我看他们这个好像就是眼音立容系列 然后他们就是有出 看起来是有腮红 唇膏跟是否是眼影盘 对是眼影盘 这个制裁刚拿到 反正我们今天就一并在这里全部试色给大家看 首先呢我们先来进入眉毛的部分 眉毛也有新品 这是Himi他们家的眉粉 然后你们知道我很喜欢1028的那个也是这样常常打开的 但是这个眉粉呢 还有镜子 有镜子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它如果质感跟1028一样显色 一样优秀的话 我会非常的开心 好那它有两个色号 一个是 Chesnut Brown 然后一个是 Choco Grey 没有号码 所以就是一个比较暖的一个颜色 一个比较灰色调的颜色 好那我先把头发绑起来哈 我今天耳环是不是很可爱 虽然刚刚就是有用头发遮住 有跳出来的颜色 这颜色超可爱的 Bonnie and Rie 对就是自己去逛逛 他们太多饰品 然后还有一个很可爱是我的指甲 天呐 这次做的这个我真的是太喜欢了 不知道这是什么风 但是这是偏可爱 我以为我跟可爱这两个姿势就是no 一辈子是没有缘分的 但是我觉得好像 还行 有一点点有违和感 好那我们就直接先来使用这个眉粉 这眉粉的颜色看起来是够中灰 那我先用中间这个颜色 然后用我自己的刷子 哎呦非常的显色 感觉最浅的那个颜色就是可以拿来当笔 很显色耶 非常顺利 哇跟1028有什么差别 好像有可能再更显色一点 但是眉毛就是眉粉的部分 并不是更显色是更好 但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判断出来 画起来非常非常的顺利 Oh my god 我很喜欢 但就是等一下 久一点之后它会不会开始有点 我自己是这样啦 有时候眉粉就是开始自己会有一点点 出现一些奇怪的色块 油脂嘛出来 然后那个眉粉 或者是眉笔本身就是色块就会开始出现 现在看起来是很顺的 而且我也是画很快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进入我们 众所期待 至少我非常期待 我相信其实大家应该都很期待的 搭配他们家的遮瑕膏 然后我有看他的影片 虽然影片有点偏长 所以我就是看了一点点他说的一些使用方式 然后他说最适合的使用粉铺跟手指头 可能不太适合使用刷子 但是我也不知道你们如果平常有看我的影片的话 你大概知道我喜欢的遮瑕膏的那个类型的那种质地是怎样 那他们这边呢我看现在是有一个这个叫绿色 green 然后peach 有桃色 然后再来是natural beige 跟buff 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分辨谁到底是最浅 然后谁是那个校色的称度是怎么样 我从官网图片在看的时候 我个人是觉得看起来颜色就算是校色也没有到非常校色啊 但是我不知道 现在我才会看到本人 呦这个看起来他看起来不会是绿的 他看起来是有点偏绿 感觉是爱丽丝她说她是那种橄榄绿的那种色调的肌肤 这个颜色好像会适合他吗我不知道 好那我把每个都拆开 然后当然也要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就是这个外面是纸盒包装 虽然等一下就是会被我摧毁殆尽 就在他们死前让你们看一下 好这边就是他们本人摸起来就很有质感 虽然他不是那种金属很重 但是摸起来就是觉得很舒服 我这样全部买起来好像有个特惠好像是两千多块 但是我忘记了 大家在自己去官网上面走 不 他上面有这个金属的部分 有点像他们之前蜜粉的这种感觉 他想要follow这种感觉 只是他的这个壳不是蓝色是肤色的 嗯这种感觉不错耶 然后呢buff好像是比较浅的颜色 natural beige是比较在自然一点点的颜色 好的 我不是什么你知道遮瑕专家 像是汤啊就会说什么要校色啊 然后会特别用那个遮瑕刷去遮 但我也会try my best你知道吗 像是黑眼圈就是要用peach去遮着看 然后绿色比较偏绿色的地方去遮一些泛红的位置 所以呢我现在要使用的就是peach这个颜色 他的刷头是这种长长扁扁的 好那我的话其实黑眼圈还蛮严重的 大家应该看得出来 那我就先 点一点 这样会不会太多 这样会不会太多好我先不要激动 好那我就用手指来把它推开看看 你看 他的质地摸起来是偏蛮水感的 好那搭配呢他就是 你看非常明显 他自己是觉得他的遮瑕度就是 不需要遮到脸上 痘疤有的没有的 但他就是黑眼圈他一定要遮掉 我现在这样看起来我个人是觉得有 但是如果你黑眼圈再就是更重一点的话 还是会显现一点点颜色 但是你看基本上黑眼圈就是差不多不见了 然后颜色现在就是有点偏桃色 那我在这边也再上一次 摸起来真的有点水水的 有点像Jeffree Star那样 然后再水一点点 然后因为我预购的关系 有送他们这个粉扑 那我们接下来就用粉扑来使用看看 粉扑长这样 那我因为现在是眼下的关系 我想要把它这样折着 然后去压 粉扑这边的效果还不错耶 感觉遮瑕力又有再往上跑一点点 但是现在的话是要直接再把就是肤色再直接盖上去吗 我真的是没什么在做颜色校正的人 可能会有点不沙沙 我之前自己学到的一个就是 如果要上校色或者是两层的蜜粉的话 就是要先用一个没有那么霧面 没有那么干的蜜粉去稍微把第一层先定一下妆 那我们今天就来冒险看一下会怎么样 我用那个RCMA的No Color Powder 就它摸起来不会说超级无敌霧感 稍微先把它定住 不然因为我真的觉得每次校完色之后 你另外的底妆再上上去之后 它们又会融成一块 我就会有种 那为什么我刚刚要校色呢 然后这样有没有黑眼圈就是已经遮得差不多 然后再上一层正常的肤色 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样子也还OK 它的桃色不是会那种你看到就觉得 哎呦你的脸上那个校色没有上干净的那种感觉 不是 它是 你知道 颜色很偏近肤色 你现在看也不会觉得我特别桃色或什么的 好 那接下来的话绿色 我个人泛红可能就是嘴角 然后鼻子这边这样子 所以一样就是来试试看 它有耶 它这样一出来就非常的橄榄绿 这里是最容易泛红的 好全部上完之后我会再全部试色给大家看 那我觉得它这粉肤好用 我就要继续使用 然后鼻子这边啊鼻翼这个地方 这里都是比较容易泛红的位置 它的遮瑕膏也不会干太快 像有一些遮瑕膏是 我刚刚如果就是先拍了这边 然后现在拍这边它就不会动 就等会干掉 那这个遮瑕膏 它不会说太滋润就是永远干不了 但是干的速度又是比较能拿捏的 我觉得看起来好很多耶 你可以马上看到 其实我鼻子这边也是泛红 只是我刚刚没有用遮瑕膏去上这一块 其实它这个地方 刚刚那些泛红的地方 就已经不见了 因为我个人本身的瑕疵 就是没有多到说需要这些角色的东西 我还是比较倾向于一个颜色 就是打天下的那种 那现在我把绿色用完之后 我一样要拿蜜粉刷 非常薄的在上面刷一层蜜粉 这是我之前我看Wayne Goss的影片 有讲到 然后我想要用这种就是很大支的刷子 然后就是稍微 我真的非常认真的在review这个遮瑕膏给大家 因为我自己很好奇啊 因为搭配就是对产品是非常用心的人 所以它出了东西我会真的想说 会有哪里不一样呢 那接下来的话 我就是要直接来用我平常应该会使用的color 就是buff 在我的眼下的部分 在上一层就是所谓的遮瑕 我不知道会不会出事情 说实在 我们来看看 刚刚上完有蜜粉的部分 他们的表现会如何 我其实也非常喜欢用手指 或者是粉撲去上遮瑕 我自己是比较不习惯刷子啦 哇 非常自然 但是不会太低的遮瑕度 有没有看到这个遮瑕度 非常的漂亮欸 整个就觉得等一下其实真的是不太需要粉饼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现在整张脸就是遮得还蛮完整的 让我一边使用我自己常使用的 搭配他们家的霧面蜜粉 好 那直接这样子沾 然后一样不会上太多 我没有要cake 也没有要bake 就是直接淡淡的上 然后因为由于我们刚刚还有一些地方已经上过蜜粉了 所以但是很薄 如果你再上一层遮瑕的话 它本身就会有微微的定妆效果 所以你之后要上的其他部位的蜜粉 也是可以再少一点 好 让我看看 天呐妆感非常漂亮非常细致 这边是已经订完妆了 我等一下另外一边要来使用Fresh O2 自然 非常自然的妆感喔 它不是top shape tape 你这边 哦就是我的那个雀斑什么东西都不见了 反而我最近就是拍了一支那个韩系彩妆JX那个 让我完全看不到我的雀斑 那个妆斑驳的也是非常的厉害 好 然后让我来使用 这边有Fresh O2他们这个小熊维尼系列 那这是拍拍蜜糖滤镜无瑕蜜粉 然后另外一个是拍拍蜜糖滤镜提亮蜜粉 现在的那个行销的那个名字我已经不知道在干嘛 哦这个是黄色的啦 可以就说黄色就好了吗 然后这个是粉色 OK I get it 你知道维尼是黄色 然后小猪是粉色的 维尼其实这个系列不是只有这样 它还有一个可爱的包包 然后跟一些护手霜 还有护唇膏 那我这边我想要用这个小猪的 我的肤色应该还是比较偏粉一点 那我就把它倒出来 粉本身就是比较不像那种HD蜜粉 就它比较会结块块状 那我自己其实比较喜欢这样子的蜜粉 这边呢就是一样定妆的效果还是很好 但是可以感受到它有比较霧面一点 所以它会比较在吸 就会让我这边看起来比较干一点 然后容易会有一些线条 然后毛孔都会很明显的跑出来 这边一样但是它的毛孔什么东西 会看的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然后其实鼻子这边就开始已经有一丁点的出油了 不然是我刚刚没有定到 Sorry 现在Overall这就是我们底妆的部分 我应该就是不会再像其他粉底液什么东西之类的 我觉得这样就非常够了 那大家就是很想知道我的评价 我觉得非常的好用 然后整个包装到本身质感的部分 跟调色的部分我都觉得非常的优秀 那个调色就是不会让你太绿 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是一般 比较没有太多严重瑕疵的肌肤的人 这个是非常优秀的遮瑕膏 就是质感到内容物都很好 配色也非常的漂亮 没有什么好说的很推耶 然后搭配还有说他们的设计就是这样尖尖的 所以你就算有剩下的遮瑕膏 它就不会让你觉得好浪费 还有一些在那边没有 它就是这样直直的就可以让你觉得 用到98%这样 它的遮瑕度如果要说我之前有什么Tarte Shape Tape 那也是你知道2016的 我就喜欢那种超级无敌服贴夸张遮到一个不行 但是我现在觉得有一点点自己皮肤自然的一些雀斑啊 或者是有一些原本人就有的一些细节吗 就是有露出来 然后把一些比较严重 比较遮掉以后看起来会比较显气色而健康的地方 这样子混合起来 现在我自己喜欢画的妆是已经有点类似这样了 我知道我很欧美 我现在还是可以画的很欧美 但是最近你知道戴口罩啊 然后我又开始打排球 所以我喜欢像搭配这种 然后我相信其实我要画欧美妆用这个去做遮瑕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它应该是可以叠加 然后也可以薄擦去遮一些 比较没有那么严重的一些色素沉淀的部分 应该不意外吧搭配就是研究这么久 然后这么细心制作的东西一定就是可以买 好那么呢 完全忘记一件事情 Alice老师他们这边有两罐 金的腮红色然后跟打亮液的颜色 那我现在要来想办法把它上到我的脸上 好那我的话这个色号是08号 这颜色其实真的是看起来很漂亮 我没有用过他们家的腮红 所以它是唇颊液啦也可以拿来当唇彩 那现在因为我的脸上已经定好妆了 所以我要把它推成这样 就是让它用干一点的质地去出现在我脸上 那我绝对要小心一点 因为我没有用过 所以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那稍微把它这样推开之后呢 我沾一点点 然后用这种比较松散的刷子 然后稍微 有没有看到 然后再看有没有吃妆 没有耶 对Alice老师他们家的这个腮红 其实就是可以订完妆的时候也可以使用 但我刚刚只是紧张因为我没有用过嘛 这支刷子呢是艾诺奇的 它没有写名字耶 我真的不是故意不告诉大家的 OK 好 这块干掉了 哦再让我多上一点 越上以后它摸一摸就会变得有点粉状 有没有 非常的自然 然后像这种液态的腮红呢 它们的好处会非常的持久 然后现在意外的发现这支刷子真的是有够好用的耶 嘿 好接下来是打亮液 我反而不知道打亮液现在这样要怎么上 也那有句 那有句 好 那我现在的话要来使用爱丽丝老师他们家新的打亮 这好像它第一个 那我刚刚这样上在手上 它就是这样子有点反光 但是我刚刚摸到的时候 它是有点很液态的感觉 所以我小小害怕 跟刚刚腮红差不多的上法 我先把它就是上在手上 然后勒 感觉好像要用手指上 我很忘了那天爱丝老师是怎么说的 我想要把它就是 你知道摸得有点偏干了之后 然后再 这样子把它拍开 感觉我刚刚就是没有定妆之前 如果在做这些事情的话会更加的顺利 但是我就是没有 好自然 非常非常的自然 好 那我这边其实那个打亮是干的差不多了 但我就是再点一点 啊 太干了 不要勉强 高状啊 霜状的东西真的是不好控制 但是当你会控制 真的是会被你很漂亮 好了呢这就是我们 哦 好喜欢哦 我以后应该多用霜状 是应该来个全脸使用霜状质地的challenge 好了我有好多challenge都还没做 我会 i will 好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先来开箱 开箱我们眼影的部分 那我首先的话应该是先来开箱一下himi 因为这是我今天有可能就是不会用到的 这个只是多加了新的颜色 不太算是就是你知道比较新的品项 所以我就是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第一个就是cinnabon brown 就是看起来就是一个肉桂棕色 这边呢就是我们himi这盘cinnabon brown的刷色 然后一样刷色就是非常的优秀 你看那个棕你看那个浅色的肤色 一切就是very beautiful 但就它的那个珠光啦就是你知道就是好看 但就是不是 哇 但它的珠光就是不是你知道哇这样 但我觉得雾面色非常的好看 然后这个腮红你好像almost看不到 因为它非常的自然 所以其实蛮美的 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这盘 这个叫做pure lilac lilac我不知道中文解释是什么 我听到人家在讲lilac的时候都是在形容 淡淡比较那种马卡龙紫色的颜色 好以上这两盘也就是所谓的基本盘啦 那它们一样是偏暖偏冷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趋向就是 这开始变得比较藕色一点 然后之前都是比较橘 然后跟粉现在变成藕色 然后跟棕色 其实这样子的色调其实我现在也是蛮喜欢的啊 说实在的 为什么流行的东西大家会跟呢 因为就是好看 然后它的腮红的颜色也是非常漂亮 好我这边的话也想要先看一下1028 它们这个眼影立容霧面 哦是全霧面的耶 是全霧面 然后我把另外一个也打开 还有两个颜色 好这两个都是全霧面的 然后这颜色就是非常的红 但是眼影本身蛮大颗的我来看看 这边呢就是两个颜色 这边是纯色阴力 然后这边是艳色阴力 然后这边是艳色阴力 全部看起来质地都不错哦 以全霧面来说 让我有一点点小小的兴奋 但我很怕在眼睛上的着色不佳 但是因为今天我还是因为太多眼影盘了 我想上在眼睛上的是另外两位 台湾KOL的自创品牌 我比较想要使用它们两个的 1028你知道 比较常看到嘛 所以其实就是私心啦 对私心 但这颜色真的很美 之后做个什么全脸霧面色challenge的时候 可以来用这两盘 它们非常的霧 而且我们今天其实还有这个Fresh O2 跟TIFFANY的联名 他们联名这一次就是唇釉跟眼影蜜 那接下来呢 我就是要来使用这个 Alice老师他们家的眼影盘 最近好像开放预购 阿如果有预购的话 我记得它是写说1月11号祭初 但就是你知道 祭初不一定隔天就拿得到 那我这个是公关品 然后我有拿到颜色是03号 虽然不是我自己你知道 最interested的颜色 但是我今天还是要把它上 那我自己要上在这个眼睛 然后另外一个我想要来上 Cara他们家的眼影盘 那Cara的眼影盘呢 还有两个非常极端的颜色 这个好像是他们什么燕麦系列 它叫Alt You Need Eyeshadow Palette Alt就是 天啊 Alt是什么 反正就是某种 把我中文放在我脸上 这是他们系列 那我其实也不太清楚 他们这个配色为什么这样 但是那个金色非常的厉害 要让我再表演一次吗 看就好像就跟他的那个打亮一样 但他就是比较偏暗色啊 所以其实我也不会说 特别想要拿他来当中间打亮色 Maybe I will Maybe I won't 那我们的话 现在就先来使用Cara的 可能这两个我会想办法同步使用 但是用不到的话就算了 这盘是全雾面的 然后之前我应该是有刷色给大家看 那我现在就是要来给大家上眼 来看看他们家的质地如何 那我之前对他上一盘眼影盘 就是那个九色眼影盘 我是觉得质地不错 但是比较偏清淡 就不是那种很重的颜色 我记得我在上他最深的颜色的时候 我没有感受到 马上那种叼住的那种显色度 那这边的话我就先来使用 应该是这个颜色吧 我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他就是有这个珊瑚色 好 第一个颜色 这盘叫做more than more 这个颜色很显色哦 虽然呢我的底是有点偏湿润的 记得一直都要拿一个干净的暈染刷去暈 诶 我刚刚的颜色有点直接被暈不见 让我有点吓到 let us do that again ok 我没有很用力刷 我真的没有很用力 就我刚刚第一层画下去的时候很显色 然后稍微想要用这个去暈染他边缘的时候 他边缘直接被我暈掉 就他颜色色快消失 到现在其实以这个颜色来说 这个其实算是蛮淡的 可能真的就像他之前的眼影盘的质地一样 那我想办法还是把它画重一点啦 然后慢慢暈把颜色都暈进去 ok 好那接下来的话我当然要进入旁边这个棕色好了 那是偏暖的棕色 你看这个抓粉 就看起来抓粉很厉害 所以会让我期待值就是稍微高了一点 颜色很深哦 哇哦 哟他们两个 我自己以为他们的深浅度差不多 但是这个棕色深很多耶 我还没有用最深的颜色 漸层就有出来 那我的话想要来使用刚另外一盘这个白色的颜色 他很白 秀一下那个边缘的暗染 那白色是很显色嘛 我这样摸一摸刚刚那个暈染就不见了 那我接下来的话就要来用最深的颜色 他刚刚这个颜色本质比较不一样 这个是做上到眼睛上是比他还要再浅一点的颜色 但是这个呢是做上到眼睛上是比他本身还要再深一点的颜色 所以我们来猜猜看深色是什么呢 我自己都喜欢用同一只刷子 哦 很深所以我就暈一下 哦 这个渐层 yes 哦 very pretty 那我接下来也只剩下最后一个颜色 而且又要是金属色的话 嗯 我就先来使用这个金色 是这么的闪 我们来看看他这眼睛上到底是怎样 哦 rich unpigmented oh my god ok 这个眼影非常好推开 然后推上去之后 这个显色度 Cut around 来出个整盘这样子的金属色 真的很漂亮欸我的天哪 漂亮我想要把它上到全身 你知道吗就是全身都是这个金色 我就顺便把它上到比较中间一点 我们其实也没有别的其他的打亮色 我就直接上了他 这没有任何打底欸 就在一个就是粉都已经上好的状态下 就其他的眼影粉都上好的状态下 直接上上去 他就只有一下 就这样 就可以抹成这样 他这样子颜色有点亮 那我觉得旁边要再加深一点 他们没有其他的金属色 不然我个人可能还是会想要叠一下 但是这样子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我只是比较习惯还是有一个这个很浅的颜色 好啦我现在也还没有做什么 你知道就是一整天下来那个金属色有没有消失 但是目前这样子摸一下我就已经太爱了 那这个是Fresh02跟Tiffany他们合作的眼影 我要把它放在我的眼下 因为我不想盖掉这个美好的金色 好 稍微是这样晕开 虽然只有上一小部分 但感觉其实蛮好晕染的 但是真的只有一小部分而已 他这样我等一下中间应该会再加 就是打亮 他打亮起来 好那接下来的话 我真的Alice老师另外有两盘颜色 我很喜欢 但他真的还没有到 所以之后我可能就是用现实动态去分享 那记得要去订阅我的Instagram 接下来这一盘 就是Alice老师他们家最新的这个全新的眼影盘 有没有看到他还有这两个凹槽 是符合人体工学的 你可以这样拿 那就是很有那种日系彩妆风的风格 就这样四格 然后下面就是有眼影刷跟眼影棒 那现在的话我就是要用这一四格去创造一个眼妆 那我尽量搭配这边好了 我刚好就是有一个黄色 我就先从这个中间色调开始 这个取粉量看起来是不错 哦非常的显色 这个显色度非常的不错呢 好我们等一下就来刷刷看看他会不会消失 好然后拿一只干净的刷子 旁边晕一下 真的没有耶真的没有不见 哦 诶这颜色很显色耶 这个我再做一个Cocrys 就一个很完美的欧美妆了 这颜色怎么那么显色啊 我原本以为他会就是有点好像要清淡的感觉 但是好像没有人要跟你清淡的感觉 那我用同一个颜色在眼下 稍微晕一下 好 那接下来的话 因为他里面没有深的雾面色 这边是这个金属色 那想必应该是那个金属色 是可以拿来做深色的暈染渐层 不要掉分 按压 哦 没有到很深 但刚刚那个棕色给我一点Natasha Denona的感觉 就是比你看到的还要再更深 他没有再更浅的颜色 不然我还是会喜欢再用一个更浅的颜色去暈外面 但他就是真的就只有四个 所以我们就是要用这四颗去完成眼妆 刚刚那个没有更浅的颜色 其实你就是用一支干净的刷子才往上晕 就可以晕过去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这个黄色 这黄色应该是金属色的质地 有点软的感觉 我等一下再来看有没有需要定妆喷雾 哦 哇 What 等一下 你是要跟Cara拼了吗 我的天啊 怎么显色 我刚其实没有想到他会这么显色 然后他颜色比较浅的关系 我把它带一点点下来这里 因为Cara这边还是有点偏金棕色 有没有 然后这边是比较偏黄金色 哦 很漂亮耶 但是他的深就是没有Cara刚刚那边那么深 所以这边就没有办法到这么的有 这边那样的深邃的层次 但我他们里面还有一个这个最浅的颜色 我等一下把这个点进去的话 说不定就是这边能做到的层次 这边用深色能做到的层次 这边说不定可以用亮色去做出 类似这边的层次感 那我要直接用手指上 那我要上在比较往里面 哇 钻石工是吧 好湿耶 好湿 有吗 你湿了吗 我还没有被黄标过耶 其实这个湿润感 这个亮色一上上去就是这两边就完全不一样 我一开始还以为会看似有点类似呢 但其实没有 那我觉得黄色还是要补一下 因为刚刚这个最亮的这个反光色上去之后 黄色就开始变少了 我对于他的这个深金属色 比较没有办法驾驭啦 应该要说他的这个深色的金属色不够深 然后导致他有点要深不深 然后现在跟黄色连在一起 然后因为前面有这个亮色 超美丽的亮色 现在这里就看起来有点脏脏灼灼的 如果他的深色再深一点 那我就可以把它放在更旁边 然后因为他很深的关系 那个黄色就会跳出来 就会看起来更黄 但是因为他们两个的颜色色尖没有差很多 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混在一起 脏脏的 但是整体来讲粉质 一极棒 真是一极棒耶 那接下来我就先去把我的眼线 阿里布达的上网我再回来 OK回来了 这妆超级无敌美 两边的妆其实我都觉得很美 就除了我刚刚说那个脏脏脏脏脏的部分 其实我可以上少一点 让他不要那么脏 只是我没有想到他会那么的浅 如果没有想知道 后面这个是开beauty他们寄给我的一幅画 好像是小凯老师亲自画的耶 摸起来感觉就是不是硬的 我念美术系的 是蛮确定这个感觉是自己画的 小凯老师谢谢你 我觉得还蛮美的 所以我就把它放到后面 好的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这边还有三个 1028的腮红 就是他们的那个野荫立容 到底没有念错 我很怕一直都是念错的状态 但是因为我今天脸上已经有腮红 我稍微可能叠上去一点 因为现在看好像就没有到那么明显 因为妆太浓了 颜色都非常的漂亮 你看这三个颜色 这个是一号 这是二号 这个是三号 三号是最深的 那我的话 我是觉得我要用一号跟二号 三号感觉比较深 我很怕失手 那首先呢 首先是一号 稍微碰一下 刷子的抓粉 跟说明它是粉压的比较实 比较没有到太严重 所以应该是可以淡淡轻轻的 嗯 嗯 yes 我喜欢这种 你可以轻轻的上 然后慢慢的颜色会变得比较鲜艳一点 但是是淡淡的 然后 漸层的这样子 非常漂亮 i like it 这颜色漂亮 那我再来用这个是02号 它的粉压的很紧很实 但是颜色显色度就是有的 但是就缺点可能就是要多上一点时间 这样子两边就有了 那颜色看起来 嗯 对 这边就是偏橘一点点 然后这边就是偏粉一点点 往上一点点再比一只 接下来的话就是要进入我们的唇膏的部分 我一直真的很想要试 其实我自己最期待的是Cara这个系列啦 Cara这个系列它们颜色真的是我的菜 但是当然 我就是要 吊大家胃口 我们就要先来试其他的 那其他的话我们就先来试 Fresh O2 跟Tiffany 它们的合作的唇釉或是眼影 Fresh O2它们就是不愿意有色号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它们现在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名字 好那我先把眼影蜜两个挑出来 这个比较深色 是我们刚刚没有用到的 这个叫做木色 木光之城的木 那我把它稍微上一下 就是这种金属色 个人是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很日常的时候可以使用到 那我看这个晕染度也是还不错 可以就是用刷子去把它晕一晕 然后就可以一个颜色上眼睛 就可以上睫毛膏眼线出门了 然后再来是我们刚刚有稍稍上在我们眼睛下方的 这个颜色 这颜色也是可以自己本身插在眼睛上 有没有这颜色其实也是偏深一点 非常浅的红棕色 那这个呢是晨曦 有没有 就变成这样淡淡非常自然的颜色 所以拿来上眼影的话就是很自然很漂亮 那接下来的话他们就是三个这个算是唇釉色 他说不定他们也可以当眼影啦 I don't know 但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颜色我不知道谁先 但这个是触力宗 这颜色感觉非常漂亮 这种血色比较深一点的颜色感觉 我来试个颜色 看起来应该是霧面的唇膏 我们给他一点点时间 那颜色其实很漂亮欸 秋冬就是这颜色就对了 那我来等他全干 虽然我总觉得他好像不会全干欸 现在在我手上这边他们完全没有要干的意思 我刚想说他的是不是眼影蜜跟就是唇釉一样 都是比较霧面然后会干的质地 但这看起来没有 那我就先来上下一个颜色 下一个叫做写唇红 这颜色就看起来you know 就是普普通通的感觉 写成红我觉得我就不试了 这颜色你知道 可以大概想象一下 就是这个颜色然后再偏粉跟红一点 然后再来是赤豆粉 豆沙色 这个我就会想试一下 有没有 那颜色很赞 好 那我们这干了没 我刚刚在上这支唇釉之前 我是把嘴巴上所有的护唇膏都擦干净 用丝纸巾所以是完全是水 现在真的虽然说没有等很久 但是他好像没有要干的意思 结果现在这样涂薄 说不定很像我们刚刚这个颜色 我总觉得它好像是不会干的 我一开始以为会 嗯 这个唇釉系列 刚刚颜色试完以后就知道 这个系列是不会干 不会变成雾面的那种 那接下来我就来试最后这个 豆沙色 就是很美的那种欧美 比较偏深一点的豆沙色 那我们来快速的带过这个 sorry快速带过 但是因为他们颜色真的太多 所以我也是不想要每个都四色 因为我们今天在眼影上花太多时间了 这边有六色的这个 1028他们家这个 街音立容系列 然后他们有六个颜色 那我就先把他们分别都上在手背上 好顺序是这样 123456 这颜色是 第一个颜色就让我蛮惊讶 就是叫裸 然后这边就是这个南瓜色 然后这个就是 再有点加了一点点白色的南瓜色 然后下面这个就红色 然后也是偏橘的 红棕色 然后再来是豆沙色 他们颜色 嗯 就是我觉得五六都非常漂亮 就漂亮的颜色偏多 觉得我还是来试个两支好了 我来试一号 一号一上出来我就觉得 哦是蛮裸的哦 然后重点是它是 霧面唇釉 我想知道它是不是真的是霧面 因为这样看起来好像干不了 我现在嘴巴超干的 而且今天天气超冷 所以它不干的话 它可能真的不是霧面 它是叫柔霧清唇釉 就是现在的名字 取得我真的有点不知道 你到底是不是霧面 还是你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讲了好像要霧不霧的 然后要光不光的 什么抛光啊 亚光 我累 我很累 哦 哦 哦 Yes 質地很薄 这颜色很漂亮耶 这样马上就有一点开始变干的感觉了 所以他们的霧面终究是可以干啦 但是你就是没有干的那么快 马上就有感觉有柔霧的那种感觉 就是慕斯状然后加比较多水 如果要我形容的话 我会这么形容 再来我来试三套好了 这种脏橘色 my type oh yes 它不是那种比较厚叠的那种遮瑕度高的颜色 它是这种薄的 其实我现在也不太确定它的定位到底是在哪里 这个柔霧清唇釉 到底什么意思 就是薄薄的 这颜色可能没有到非常搭今天的妆 所以我觉得还行还好 我只是擦擦看 我原本说不要试色的 结果是了一大堆 好了 我是讲话有点欠扁 我现在有点想扁自己 最后Cara的唇膏我真的很想试 还没有上到嘴唇上 然后我有上在手上过 我有感受到它的质地其实偏比较厚的 但没有真的上到嘴巴上 我真的不知道会是什么感觉 但颜色调色我看起来我会很爱 我就先从Old Hollywood开始好了 对一样没有色号 对它叫Soft Matte 唇膏本身有点晃 闻起来像巧克力大坡露 这看起来很咖啡喔 啊 发出一点声音 这支颜色比较深 在上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会有点不均匀 这颜色很好看 但真的是要花点时间 有唇线笔的话就可以用一下唇线笔 但我嘴唇是通常不太需要用唇线笔 但是哦 闻得到那个巧克力的味道 那它看起来就像巧克力 嗯 我喜欢耶 它虽然那个唇膏我在刷的时候 还有晃我 我蛮害怕的 但是它并没有撞墙壁 我的确是刷了挺多层才让它这样子 一开始真的是其实有点卡卡的 可以看到一开始就是有一些其他的颜色卡在那边 然后画了很多层之后它就顺了 OK 好刚刚是Old Hollywood 接下来我来1995 喔1995 看起来超漂亮 超漂亮的感觉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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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是那种舒服的霧面 这支比刚刚那支还要再不干一点 刚刚那支比较稍微干一点 再上在手上的时候会有稍微拉扯的感觉 真的是稍微 我在想1995就是卡拉出生的西元年 因为我记得它比我小 然后我1994 而且1995 好接下来我就先来ABG好了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ABG 喔 这看起来就是豆沙 它颜色都好漂亮喔 怎么可以这么漂亮 我现在就是真的很爱大地色 谁不喜欢大地色是不是 很美 这个又比较在日常一点点的颜色 其实我刚以为它会很深 你如果薄插一点的话 就是比较低调一点的日常色 因为它的颜色比较不亮 是比较偏土 或者是说不定有加一点灰 好最后一个呢 是Fake Tan 我是看到颜色看起来比较偏土 我才选这个 因为刚才比较偏粉 哇 颜色也好漂亮喔 跟刚刚那个裸色比起来 它再更卡 你知道吗 就是巧克力一点 比较牛奶巧克力的感觉 这个是比较 比较巧克力 或者是牛肉咖喱的颜色 I don't know 好顺 好滑顺 天啊好饱和 这颜色特滑顺的我觉得 Pake Tan这个颜色 好 那就是我们今天产品的部分 我只能跟大家说 今天的产品我都超级喜欢的 我虽然还是都有小小的抱怨一些 非常非常细小的事情 但全部都很好用欸 从我今天的底妆啊 眼影就不用说 我真的觉得眼影真的是非常的优秀 然后唇膏的部分 我觉得1028 反而这个系列 反而是我们今天就是都只有刷色 然后稍微有把腮红上在脸上 那它因为比较新 然后这也是台湾的品牌 所以我今天就是比较 稍微只是试到一点点而已 然后像它的眼影 我其实也是蛮有兴趣的 然后今天呢 腮红跟打亮的部分 我都很喜欢 打亮真的让你就是model 光泽感你知道吗 就是那些专业的彩妆师 就是可以画得出来的那种 那我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皮肤 肤色的状况 稍微这边有一点点啊 一点点 这里有剥落 非常非常细微 咦咪咪 就它不是说就是很厚实 有可能是我用的那个方法 有没有就是先上一层小蜜粉 然后再叠一层 但因为那是为了要去加叠角色之后 那如果我之后单独上 感受怎么样 我应该要一边单独上的 没有想清楚 但是就是现在这样子 两边这边 都有一点点小小的剥落的样子 但是其他部分 非常的完整 非常的漂亮 像鼻子这个 就很容易 这个地方很容易 会裂开什么东西之类的 看起来都很OK 然后两边是上不同的蜜粉 这边是今天 Fresh O2的蜜粉 然后这边是大配的蜜粉 大配的蜜粉 这边呢 我这边小小的有出一点点的油 这边是完全目前是干燥状态 所以Fresh O2的这个蜜粉 真的是属于会 比较在干一点的型 那最近天气真的很冷 大家记得注意保暖 好那我希望大家有喜欢今天影片 然后我也希望今天影片有所帮助 我相信我在讲产品的时候 都已经把他们产品的性质跟心得都讲出来 那如果有什么东西想要讨论的 请到下面留言 让我知道大家的想法掏出来 或者是有想要看我拍什么影片的话 其实也在下面留言 那今天影片其实就到这边结束 我希望大家有喜欢 有喜欢的话 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每次我有影片的话 我都会第一个通知你 离开前 记得去追踪我的Instagram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